大家好,我是黃黎欣陪,現在早上5點40分 我剛回到家洗完澡了 因為今天錄時光嘛 然後大概8點要上班 想說不要睡了啦 直接來錄影片給大家看 那基本上呢,這次地鐵非常非常簡單 用平民的掃度也可以臨時通關 暗金獸八豐特 然後暗狗熊五豬雀配拿幾 暗金獸稍微比較難取得一點 但是魔法石其實還蠻容易抽到 因為三四五星就抽得到 然後我爸媽還睡覺 所以要稍微小聲一點 不然我會死得很慘 好,我們先瞄準右邊這一隻 就直接來個隨便幾康都可以 然後隨便幾康都可以 這是個版面超級八 這是個版面超級八 哎呀,天降太給力 天降太給力了 剛剛按住屬於疊住的部分 如果看不懂可以上網搜尋 唉唷,太漂亮啦 就這樣子,雷康 洗禁人,洗禁人 開心的一件事情 洗禁人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以前都覺得洗禁人很討厭 那現在發現洗禁人很快樂 不要轉高康 不要轉高康 記得你要洗技能 我重複了不曉得幾損遍 好,就是一個 哎呀哎呀哎呀 這個天降亮亮亮阻暗阻他死定了 好沒關係我們去下一關一樣可以洗 豬絕八風特跳了 還有暗口也跳了 這件好事 這件好事 線上呢 稍微可以做一點攻擊 沒有關係 把你的水珠消掉 水珠跟光珠對你來說沒什麼用 水珠最沒有用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把他轉掉 把水珠全部消掉 打你再打五六千左右 但是沒有很痛 不用害怕 我們就這樣消就好 版面基本7 木珠屬於疊珠的部分 天降很給力的來到10 來到10康 我們沒有骷髏頭 這個就來個空轉就好 來個空轉 把他靠你 因為如果剛不小心天降的話 你可能就會GG了 接上這個地方呢 就直接這樣斜切上來 然後再來個下去 又是一個版面 超級六康就好 六康就好 應該可以打掉他蠻多的血啊 基本上他是死定的 他是死定的 他是死定的 寫過來 寫過去的 寫過來寫過去的 這樣就好了 一個六康就夠了 不用多 真的不用多 該流珠也是要記得流珠 該消版面也是要記得消版面 這是玩生活之大快樂的地方 你必須要每一回合 不是只會轉珠 不是只會轉珠 你要有辦法分析 每一回合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才是王道 才是王道 做一個版面基本7康 基本7康 所以疊珠的部分 大家可以倒帶自己回去看一下怎麼疊的 就不再多做解釋了 直接一波全部帶走 那基本上來到下一關會比較麻煩 因為剛剛那三隻鼠魚小怪部分 那個雜魚也不管他 這個地方就麻煩 反面轉冰凍珠 冰塊珠 隨便啦 反正就是下面會冰起來 會鎖起來 就是把你的珠雀打開 再把你的暗狗打開 再把你的巴芬特打開 超爽的 場面上基本上是可以消乾淨 沒有問題的 完全不用管他 就是整個版面消就對了 整個版面消就對了 打不死也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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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這樣 稍微補個血 稍微做一點點攻擊 這地方轉珠要求不大 你隨便轉幾康都可以 下一關有個轉珠要求 稍微比較大一點 下一關要求你要轉到7康 要轉到7康 你7康沒少一個 就是多打你以下 多打你以下 你如果轉不到7康 那你就轉6康嘛 對不對 轉6康其實也很簡單 對不對 你看 轉5都可以掉到8 雙啊 但是有打跟沒打一樣 然後 我們就轉6康就好 轉6康 你看 天降很給力 轉6康就好 一樣這樣可以把它幹掉 就這樣 一樣是個6康 天降 一樣到了7康 超爽的 其實這一關真的還蠻簡單的 你如果真的 就是進行狀況不好 或是沒有辦法收緊到7的朋友 你可以考慮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哎呀靠我的7康 剛想要拼手的很搭 有關心有關心 這種東西常有 又是一個版面基本的超級7康 直接一波帶走 沒有問題 再見 進入我晚關 我們技能都是跳的 那這地方 暗珠有四顆 光珠水珠 那些都有 那這地方 直接第一關進來 就直接把你的打擊打開 然後排下去 然後排下去 然後不管他 那這地方剛好有五顆 這裡有四顆 這裡有三顆 這很漂亮的版面全消 這個版面全消 其實還蠻好打的 真的 這次的DV集可以真的說是佛心來 就好佛心來 就好佛心來 8康 天降再給一族暗珠 他是死定 他穩死 再見啦 好 那我們直接進入了王關 王關 王關第二條鞋 如果你怕打不死他 那我想基本上一定打死 但是技能不要浪費 有得開就開 非洲很多小朋友想開技能 沒得開技能 所以朱雀玄武啊 暗狗啊 八風特 然後把你的暗金色打開 那基本上這個地方怎麼切 我告訴大家就是這樣切 這是個漂亮的整個版面消掉了五康 天降到了八康 直接一波帶走 你看 我們就直接第一隻打下去就死了 好的 這次的平民受對真的非常非常輕鬆 那大家就是多打幾隻 多多練技啊 我要 對啊 我還兩個小時我要幹嘛 我來去看小說好了 大家掰掰 大家晚安掰掰